新北市新莊區連時兩天驚傳槍響 叢林路上有一間民宅 10號先被開了兩槍 沒想到隔天更恐怖 同一間民宅前又被開了六槍 警方鎖定犯案車輛包抄夾擊 逮到了五名嫌犯 他們疑似因為毒品糾紛 主嫌犯毒 懷疑被害人是內鬼 通風報信給警察 才會犯人開槍警告 連續兩天被開槍 二樓窗戶跟門玻璃都被打破 千窗百孔 這邊警方還在找蛋殼現場見識 另一頭刑警直覺 在泰山的公園路跟黎明路口 一小時之內攔截開槍嫌犯 拖出車外當場壓制 主嫌林姓嫌犯才19歲 10號先到民宅開了兩槍 警告一位農後 隔天凌晨又帶四個人 回到民宅門口連開六槍 第二次了嗎 第二次了 都不會以為是對面在工作 嫌犯開槍 專挑屋裡燈亮著 人沒睡的時候犯案 態度囂張 初步調查 被害理性男子 因為日前持毒被警察抓 他向警方公稱 毒品是19歲理性男子提供 這一下待機大條 理性嫌犯覺得他是內鬼 覺得被出賣 開槍警告泄奮 前後包夾犯案車輛 現場查獲犯嫌5人 警方在理性嫌犯車上 搜出兩把作案用的BB槍 還有好幾把刀 為了增加威嚇感 他們第二次開槍 還帶了鎮爆槍 拿出來才發現不會用 子彈掉了滿地 很落殘 無名嫌犯 有三名未成年 偵訊後以恐嚇 毀損罪嫌 移送法辦 記者留詞周聰林 講目語 新北市報導